大家好 我是Kyoko 來到今天我們要找三個的問題 但不用擔心 因為三個的意思都是一樣的 以及接觸都是一樣的 首先講到哪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Kara iuto 或者Kara iiba Kara iede 然後第二個就是 Kara suruto 或者Kara su neba 然後第三個就是 Kara miru to 或者Kara mi neba Kara mitte 他們全部的意思都是 從XXX來看 從XXX來看 又或者 這裡都是從XXX來看 我們分別看看他們有什麼不同 首先第一個就是 名詞加Kara iuto 或者Kara iiba Kara iede 那就是 表示在某個立場 可以看得出某種看法 結論 或者判斷 大家看看這裡的例子 現在的販賣 Kara iiba 今年的目標達成 Kara iiba 從現在的銷售情況來看 今年要達成目標 應該有點困難 這裡看到是名詞 然後後面加Kara iiba 也可以用 Suruto 或者Sureba 前面也是跟名詞 我們可以再看看他的例子 譬如這裡 Ano hito wa hanashi kata Kara suru to Kanzai no sushin daro 從那個人的口音來看 大概是關西地區的人 大概是關西地區的人 這裡寫著 跟Kara iuto 用法是一樣的 至於第三個 Kara miru to Kara miiba 或者Kara mirte 它們的前面也是可以跟名詞 都是從什麼什麼來看的意思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第一 這裡就是 外國人の私から見れば 日本は住む国だと思う 在我這個外國人看來 日本是一個西合居住的國家 最主要跟Kara iu to 和Kara suru to 的分別就是 前面可以直接加上目標人物的名詞 大家看到可以加上 Wat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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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是 Iu to 和Suru to 不可以用人物名詞 加前面的 譬如這個 Watashi kara iu to Sore wa go marimasu 是不行的 而要變成一個名詞 所以這就是它們的分別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明天繼續錄吧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 就可以去我的IG 如果想看日本的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再加上 またね Bye Bye Bye